聖誕期間商場都離不開 美麗打卡位和動畫pop-up store 華納卡通奔離套翠兒 小鳥BeeBee,Tom & Jerry 和一班香港玩具設計師玩crossover 看看有甚麼好東西 大家好,我是Candy's Work的設計師 也是Molly爸爸,別人叫我 今次我主要用了Get Animated 一個很主打的華納動畫 其中一個角色,Marvin 做Molly的角色 Molly之前也有做過類似戴媽屎的效果 所以今次我特地選擇這款 配合出來的效果不錯 其實對於小時候華納兵帝的動畫 對於我們整個成長很重要 看得比較多是三隻小皮豬 BB鳥 脆鱼亞寶 還有結尾的音樂 是我們當時充滿情意結的畫面 很不捨得離開 看完啦,今天就完啦 節目這樣 Hello,我叫Degga 其實我自己的一個創作方向 就叫Sign for Me 譬如像今次這個項目一樣 就用了兩套不同卡通片的人物 分別是阿寶翠兒 還有Tom & Jerry 其實我會將它們變成一種 好像我們常見在廟前或屋前的石獅子 其實寓意是什麼呢 其實我是想將道理加進去 因為你看兩套卡通片 其實都好像說我們的人生 一個又追,一個就走 其實好像追著非常像人生 再之言地 我會加多一點的東西 例如畫一些細緻的位置 例如畫一些波浪 其實好像是浮沉人海當中 其實在製作時的難度是因為我是隨著一個平面去畫 一個水墨去畫 比較難處理反而是一些神態的 比如說阿寶的眼神有一種很威勢 很貪婪的眼神 我叫Chin Lo Lam 今次和Loonly Tunes的合作就是透過這個Soap Studio 經過他們的介紹 他們找了一班本地藝術和外國藝術合作 去創作他們本身的角色 我小時候經常有看這部影片 他們的造型和表情都比較豐富 很有創意 之後大一點就看Michael Jordan的Space Jam 所以就勾起很多回憶 我今次畫了有四幅的 有奔妮套 有鴨仔 還有帕斯曼尼亞怪獸 還有這隻豬仔 至於今次我這個創作 就是用回我大豆花水橙的角色 都是他一片片的肉 去表達他們內裡究竟是怎樣的 我是Eric Sow 今次我放了我自己的元素 是什麼 你見到比較特別和別人不同的 就是說 別人做一隻或兩隻 我做十二隻 因為我比較貪心 但是如果散修修十二隻出來 我覺得又好像變了又沒有了主題 所以我就把它放了下去 你見到是一支火箭 那其實為什麼是火箭呢 因為從小到大我們看卡通 動畫 所有的東西 其實火箭這個元素 其實是一個很basic 或者對我們小時候來說 這些外太空 未來的東西 Lunitunes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主題 因為有時候 Lunitunes裡面 我最大印象是 撤除了所有故事 而是它的片頭 它的片頭就像別人電影那些 突然有一個好像Ribbon 然後就有小肥豬出來 我是小肥豬 哈哈 這樣就完 多一個畫面 直到今時今日 都還在腦裡 講到玩具節 就不少得 十二月十四號 至十六號的 Toy Show 2018 想知限定版詳情 記得訂閱01集團 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多謝 你們再看到 每天的呎 那些呎 我們走